3号晚间6点多 在花莲新城乡景美春 有一群友人在家里头聚餐 没想到酒后发生肢体冲突 造成一名理性男子头部遭受殴伤 救护人员抵达现场又被阻拦 而施暴的理性女子 为了不让伤者送意 甚至还持棍棒狂砸救护车 场面相当混乱 原本好端端的三人 相约聚餐喝酒助兴 但是突然上身赤裸的男子 狠狠地攻击蓝衣女子 女子抓不住重心 马上摔倒在地 万万没想到的是救护车到场后 倒地的女子突然冲了过来 用武器猛挥救护车的引擎盖 原来在救护车抵达前 这名酒醉的理性女子 就已经打伤半裸的理性男子的头部 而她为了不让受伤的半裸男子 搭上车才追了上来 造成消防车前引擎盖毁损 另外一名酒醉的田姓民众 则是大声叫嚣拦阻救护人员 最后李男虽然顺利搭上救护车 但是场面真的十分混乱 我去啦 拜拜 你先等一下 你先不要走 事后警方到场协助 但是两人久易未退 不肯好好配合调查 李女不断说自己包包不见 田男则是差点在警察面前就嫁回家 那我们是事后接获救护人员报案 表示遭理性女子及田姓男子 妨害救护及毁损救护车 那本所依妨害公务及毁损罪险 寒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朋友聚餐却爆发冲突 甚至破坏公务 造成救护车前挡风剥离和引擎盖刮伤 原本开心的聚会风云奏变 现在不止伤了友谊 还要赔偿破坏公务的费用 真的是得不偿失 记者综合报道 我帮你叫救护车